广袤河西走廊的地面之下,有着一座浩瀚的地下画廊,它是中原文化在少数民族冲击下退守异余后与草原文化融合的鲜明地域文化代表。 在上个世纪以前,它一直显为人知,它是甘肃独有的锐进壁画墓,被誉为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 笔画内容在现当时现实生活,有反映农耕、养殖、采丧、厌居、出行、军事、操练、守夜等内容,是研究魏晋时期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民俗等系统的实物资料。 这是两块未尽时期的画像砖,出土于甘肃家喻关心成恩义,表现的是牧主人居家烟饮进食烤肉的场景。 途中的奴仆正在切肉煮肉与烤肉,并将烤好的肉串送到主人面前,而主人则端坐于踏上手持便面等待颅串。 牧主人名叫断青自幼杰,可能是曹魏时期的地方官吏。 在百无聊赖的闲暇时光约上三五个好友,举办一场烧烤party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吗? 这块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于甘肃省家喻关市,属于魏晋时期的作品。 作品表现了劳动人民进食的情况,画面以写意的手法,生动地刻画了这种收获后的欢乐。 进食者右手托一盘食品,双眼紧盯,作者很好地把握了这一来自生活中的人物神态,使之活灵活现。 而大笔刷色,色调明快,仿佛是落于升圈纸上所产生的效果。 此作说明了,河西地区在北朝佛教壁画兴盛之前,传统的壁画艺术也有了相当成熟的面貌。 河西地区这个时期的壁画的出土,不仅填补了中国绘画史上魏晋时期的空白, 也为研究河西石窟艺术渊源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高台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黄金地段,中原地区种丧养残经丝绸之路传至河西地区。 未尽时期这里就有采桑养残的生产活动,说明当时气候湿润,适宜种丧养残。 桑树枝叶茂密桑甚累累,寄托了牧主人希望多子多孙生活美满的愿望, 致迟在十六国时期,在古丝绸之路上的甘肃河西地区, 已经能种桑养残生产丝绸。 这是一块采桑图壁画砖。 画面中有一高大桑树枝叶繁茂, 树木左右各会女子一手提篮子一手在树上采桑叶, 体现了当时河西地区丝绸业已经有一定的规模。 画面左侧会一男子在地里撒住, 后面一黑牛拉拔墨地, 把上带一男子左手之巅, 右手扯升驾驶互动。 画面生动反映了未尽时期, 河西地区农工生活的场景。 今天我带大家通过画像砖来看一下一千六七百年以前, 河西组的农业丰盛收的情形。 这批画像砖表现的是魏晋时期的农业生产生活的情形。 河西农业发生于西汉前期, 到了魏晋来比朝时期, 它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 并且生产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这些生产场景我们通过画像砖可以清晰地认识到。 这个画像砖画面表现的是丰树的情形。 右边的这个人拿着搏机, 在搏扬着雇物, 左边这个人拿着斗, 他望着雇堆, 也可能他在打量着, 今天他收获了多少粮食。 到现在我们馆藏的画像砖有四百多件, 表现农耕生活的将近六七十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